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美国节目 今天 我们将深入剖析目前美国政治舞台上的两个引人注目的事件 首先 前总统特朗普计划在麦当劳工作 这似乎是他对副总统哈里斯过去工作经历的一种挑衅 特朗普的幽默与戏剧性不断升温 让选民们不禁思考他是否真能通过这种方式拉近与民众的距离 而哈里斯则用他的真诚回应 展现了他作为普通人的一面 接着 我们将探讨俄罗斯的一名父亲英女儿的反战化作而遭受的法律迫害 亚历克谢莫斯卡利约夫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勇气与言论自由的缩影 象征着在压迫下仍然坚持真理的力量 这也让人反思当前社会中言论自由的重要性 最后 我们会关注即将到来的选举 特朗普在摇摆州的支持率似乎有所上升 挑战哈里斯的竞选地位 这场选战不仅是政策的较量 更是候选人之间的个人魅力与故事的比拼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这场美国总统选举的竞选活动中 唐纳德·特朗普始终以他特立独行的风格抢占媒介的焦点 最近 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家麦当劳计划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而这一举动似乎是对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过去在快餐店工作的间接回应 哈里斯在上世纪80年代曾在加州的一家麦当劳工作过 这段经历他经常提到 以此展现自己曾经的努力和奋斗 然而 特朗普对此质疑 甚至声称他从未在麦当劳工作过 在他的竞选演讲中 特朗普经常以一种细虐的语气谈论哈里斯的麦当劳经历 并承诺要亲自去麦当劳工作 以证明自己的实践精神 他对支持者们说 我要去操作油炸锅 这一言论似乎试图拉近他与普通选民的距离 并借机嘲弄对手 然而 哈里斯对此不屑一顾 并在一次专访中自信地表示 他确实曾在麦当劳工作过 并负责炸薯条的任务 他强调这份工作对于很多努力养家糊口的人来说意义重大 这份经历让他更加理解普通美国人的生活 而特朗普的麦当劳计划不仅仅是选举中的一个政治学头 更引起了媒体的广泛报道和民众的讨论 成为选举中的一个小插曲 然而 这场关于谁更接地气的争论 无疑也反映出两位候选人之间的激烈竞争 与此同时 俄罗斯方面的一则故事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亚历克谢莫斯卡利约夫因为女儿的一幅反战画作被判刑 而最近终于获释 这幅画作中描绘了导弹飞过俄罗斯国旗 并朝着一位女性和一名儿童发射 画上还写着反对战争和乌克兰万岁的字样 这幅画引起当局不满 最终导致莫斯卡利约夫因为在社交媒体上的相关言论而被判刑 莫斯卡利约夫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悲剧 更是俄罗斯言论自由受到压制的缩影 在他获释后 支持者们表示担心他未来的安全 因为在监狱中他曾受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特工的关注 自从2022年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以来 对于任何反对战争的声音 当局的打压越发严厉 莫斯卡利约夫的案件成为了俄乌战争中 个人表达自由受到限制的重要例子 也提醒着人们在压迫下坚持真理的勇气 而在美国 选举的战火已经燃至白热化 最新的民调显示特朗普在一些关键摇摆州中获得了领先优势 根据NPR的报道 包括宾夕法尼亚 密歇根 威斯康星等在内的七个摇摆州都进入了激烈的拉锯战 自从哈里斯接手民主党的竞选以来 特朗普的团队便开始强烈抨击 试图影响他的支持率 尽管哈里斯的竞选团队认为竞选本来就是一场激烈的比赛 但特朗普在民调中的回难无疑让他们感到压力倍增 在2020年的选举中 民调机构曾高估民主党的支持率 这次选举会否冲倒覆辙仍需时间验证 这场选举不仅是政策的较量 更是一场唯妙的心理战 在选举的倒计时中 动员选民变得尤为重要 特别是在一些提前投票已经开始的州 双方都在努力争取选民的支持 试图在关键时刻改变选举的走向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 这场选举的每一个小插曲都可能成为未来政治史的一部分 这些故事和争论不仅塑造了候选人的形象 也影响着选民的选择 选举中的戏剧和幽默 策略和攻防都在这一刻集中展现 让人们见证美国民主政治的复杂与多样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特朗普去麦当劳工作这件事 无疑是他展现亲民形象的妙招 美国人对快餐有着深厚的情感 而特朗普亲自操作油炸锅 无疑能拉近于普通选民的距离 这是他一贯的竞选风格 让人忍不住联想到罗马皇帝迷路 当年他也以各种方式赢得民心 特朗普此举不仅引发话题 更是一次成功的公关活动 让他在选举中更具竞争力 特朗普去麦当劳工作 不过是哗众取宠罢了 这样的噱头或许能博得一时的眼球 但选民更看重的是实实在在的政策和能力 哈里斯曾在麦当劳工作的经历 让他更了解底层劳动者的辛苦 而不是短暂的半小时体验能比拟的 特朗普像是诸葛亮草船借鉴 虽然一时风头无两 但未必能长久地增加竞选优势 说到政策和能力 特朗普在2020年之前的经济成就可谓有目共睹 即便是短暂的疫情冲击 也无法掩盖他在降低失业率和经济增长方面的成功 麦当劳的事件虽然只是个插曲 但却显示出他的自信和灵活 在摇摆州的民调中 特朗普的支持率不断上升 这是否代表着他的方法确实奏效呢 就像拿破仑 他的战略灵活性常常令对手措手不及 那我们就来谈谈特朗普的经济政策 虽然他的支持者喜欢提及他在经济上的成就 但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 失业率的下降主要是延续了奥巴马时代的趋势 此外 特朗普的贸易战和税改政策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这些影响至今未消散 相比之下 哈里斯的政策更专注于基层民生和长期发展 特朗普的麦当劳秀像是梦游般的奥托曼帝国 以为只要华丽的宫殿就能掩盖内部的腐朽 在选民眼中 这样的表演不过是浮华的幻影 或许你说得有理 但别忘了特朗普的支持者群体 对他的忠诚度极高 就像亨利武士在阿金库尔战役中的追随者一样 他们看到的不是一个爱吃麦当劳的总统 而是一个敢于挑战现状的领导者 他的不拘一格正是他吸引选民的魅力所在 即使在俄罗斯这样的国际事件背景下 特朗普仍能将注意力集中在国内问题上 这也是他的支持率提升的原因之一 对于特朗普的支持者而言 他的确是个魅力非凡的领袖 但这种个人崇拜无法替代扎实的政策和治理成果 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 特朗普的行为更多的是情感的宣泄 而非理性的决策 美国的选民 尤其是中间选民 更希望看到的是稳定的政策和可预测的未来 而不是一个喜爱表演的领袖 哈里斯在名条中的竞争力可能正是在于 他能提供这种稳定性和务实的方案 我是评委和李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和谢齐齐的辩论 展现了对特朗普最近行为的不同解读 两位变手的观点虽然对立 但各具特色 值得深入探讨 楚天书的观点强调了特朗普的亲民形象 和其过去的经济成就 认为他前往麦当劳工作是一种精明的公关策略 能够拉近于选民的距离 他用历史人物作为类比 试图表达特朗普的行为在政治舞台上的重要性 这种比较虽然有趣 但却有些失之于简化 忽略了政治行为的复杂性 楚天书未能充分考虑到选民对于表演和实质政策的期待 尤其是在当前社会对领导者的要求日益严苛的情况下 相对于楚天书 谢齐齐则更加注重政策的深度和长期影响 他指出 特朗普的行为只是短暂的噱头 并且质疑其经济政策的实质成果 谢齐齐的发言中不乏历史和社会学的视角 对于特朗普的批评也充满了逻辑性 他用哈里斯的背景作为对比 强调实际政策的重要性 这一点在现今选民中越来越受到重视 然而 谢齐齐的论点也有其局限性 虽然他强调政策的重要性 但在强调理性和稳定的同时 忽略了情感因素在政治中的作用 特朗普的魅力 和他与支持者之间的情感连结 无疑是他在竞选中的一大优势 谢齐齐对于支持者的忠诚度 所带来的影响分析过于片面 未能全面反映选民的多元需求 总结来说 楚天书的辩论虽然有其吸引力 但在缺乏实质政策支撑的情况下 难以说服选民接受表演的价值 而谢齐齐则提供了更具体的政策分析 但同时需要注意到 情感在政治中的重要角色 两位变手的交锋 让我们看到了 当前美国政治中选民所面临的矛盾 在追求经济成就 与渴望情感共鸣之间 政治人物该如何平衡 这场辩论不仅是对特朗普的评价 也是对未来政治走向的深刻思考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